纽约消息 美国9月份消费者物价年增率保持在3.7%,略高于市场预期 但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货膨胀创两年来新低 有利于美联储官员继续观望 数周后决议不神习 老公部今天公布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3.7% 与8月份因油价上涨而回升的数值相同 高于市场预期的3.6% 反映物价基本局势的核心CPI年增率从4.3%降至4.1% 符合市场预期 而且连续6个月下滑 放2021年9月份以来的新低 9月的CPI经季节调整月增0.4% 低于8月创下一年多以来的新高的0.9% 核心CPI月增率保持在0.3% 根据劳工部的报告 居住费用占9月整体物价幅度的一半 汽油也是刺激物价上涨的因素之一 居住费用涨幅从8月的0.3%升至0.9% 其中房租单月上涨0.5% 能源价格上涨1.5% 涨幅远低于8月的5.6% 主要是在于油价涨幅从10.6% 大幅降至2.1% 华盛顿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 格奥尔基耶瓦表示 巴以冲突升级 可能是本已黯淡的全球经济前景梦上阴影 格奥尔基耶瓦今天出席了 在摩洛哥马拉格市举行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23年的秋级年会 他表示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特别是对石油市场的影响 格奥尔基耶瓦补充说 国际油价和市场反映出现了一些波动 但现在预测经济影响还未是过早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很明显这是笼罩经济前景的一片新阴云 他还指出 全球经济目前的特征是增长疲弱 经济分化和分歧加深 严重冲击正在成为新常态 预计利率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水平 以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 格奥尔基耶瓦还呼吁各国避免局势升级 把重点放在合作领域 洛杉矶消息 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近日攻击以色列 双方爆发冲突 洛杉矶本周已经有多处示威 犹太人社区号召各界一起深援以色列 对恐怖主义发出抗议 G10号在洛杉矶市中心接到大规模的示威 昨天晚上在曼哈顿海滩数百人集结 手持烛光和以色列国旗 唱着国歌以及传统的歌谣 为以色列祈福 哀悼王者 也对恐怖袭击表达抗议 曼哈顿海滩的居民42岁的 加宝丽身兼律师与母亲的身份 与家人一起参与了这一场烛光晚会 他说我们希望传递爱光明和和平 但同时也要提醒世人 不应该容忍这样的心境 他认为美国与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起来 对抗恐怖主义 如果我们不制止 这将会蔓延到其他的民主国家 洛杉矶市长巴斯本月7日发表声明 我加入全国各地的行列 谴责这一次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 以色列之外洛杉矶地区为第二多的犹太人口居住地 许多家庭正在焦虑的关注事态的发展 我的心与这些家庭同在 洛杉矶人与他们站在一起 纽约消息 财富和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与全球财富情报公司合作发布了 2023年亿万富翁报告 报告显示 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亿万富翁集中在50个著名的城市 美国 中国 占多数 其中纽约以775人位于亿万富翁名列第一 其次是九金山的湾区洛杉矶 英国仅一个城市伦敦上榜 以388人位居第四 北京排名第五有365名亿万富翁 上海排名第六332人 香港以305人位居第八 以排名第七名的新加坡少了25人 第二次是九金山的湾区洛杉矶 那边 第二次是一年 半年 第一次是一年 一年 感谢观看